我今天賽前跟他們講 我們要打一場讓人會覺得感動的球賽 不要你只有自己感動 因為大家現在就是自我感覺比較良好 很容易就被感動了 所以我希望他們要讓人家肯定 你接在球賽上所有的表現 這一場球賽就是 其實在身體的狀況上面 就是調整的沒有那麼好 其實每個人都非常的 都非常的平衡 所以儘管身體再累再痠痛 就是每個人還是把自己撐到最高 我手感比較不好大家都會鼓勵我 教練你叫我就是頭部級不要泄氣之類的 就是趕快回頭 所以就是讓我會有信心 我們九個人都很重要 因為像羅平他雖然得分不是很高 但是他是我防守最重要的人 然後像玉琳他今天也是跳出來 所以我覺得製作單位應該要頒九個影片獎吧 狀況不好很累很辛苦 就是這最後一場球賽 我相信他們也是因為這一個最後一場球賽 放在這裡打 就用力打 這個團隊就是大家看到就是 我們是一個在幫一個 一個在幫一個 沒有一個人是 因為一個人做錯 而去罵他 唾棄他 只要我們還在這個團隊裡面 還在這個大家團隊裡面 就是大家都還吃著假的 都還是姐妹 我真的很開心可以在這製作單位 他們要很享受在這個球賽上 可以讓這麼多人 去看到他們今天這樣 可以 就像沈柏仔那樣 所以 對 很開心他們今天也是很棒 這個遊戲 會不會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